SWI-CD 大家好,欢迎又回到频道 今天继续Steam Deck 但是讲Windows 因为上次跟大家分享过安装Duelboot的Windows 之后,没有再follow up 有很多网友问我,有些东西如何使用等等 其实有些基本的设置或驾驶都需要安装 今天跟大家安装了SWI-CD 因为有网友发现安装完之后 即是玩一些游戏 那些游戏的游戏有些奇怪 或者有些游戏是按不到的话 那就因为还未安装Driver 看到吗?Joystick 用不了 十字游戏都可以的 接着按Steam 按点点的 是没有反应的 接着我LR的游戏也不能过到这位 要touch 才行的 所以有些游戏是用不了的 所以安装了SWI-CD 就会解决到这些问题 好,我们现在开始 大家如果还在Steam OS 装Windows 可以看回我Duelboot 装Windows 那一集 连续在下面的描述 好,那现在开始 如果你还未有Virtual Keyboard 的话 我们可以去Windows Settings 接着去Times & Language 接着去Typing 接着去Show Keyboard 按一按 Show the Touch Keyboard 我们点击 接着现在应该有的 好,那我们先打开Microsoft Edge 接着去找SWI-CD 对了,第一个Github 这个就是了 OK,来到这里拉下一些 我们按Installation 我们需要下载头三个再安装 那我们再按这个次序安装 一会儿 我们先按进去 下载第一个 拉下一些这个EXE OK,接着back 第二个 第二个就是下载的 第三个 拉下一些 按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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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设置 EXT 这个 不知为什么不能触碰到 不过不紧 OK 下载完了 右上角的有个键 按键 按键 接着下载在这里 我们选择 按键 按键 就可以去到位置 按键 到好 按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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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渐廓 接着 ext 這個X64 OK 最後裝這個SWICD 好 弄好 交叉這個 這個也可以交叉 接著你會看到你的桌上有一個SWICD driver OK 現在開一個SWICD driver 開啟 你會看到右下角多了一個手按鈕 我們按一按 接著Show 對了 就會看到這個 這裡應該沒有什麼需要特別設定 先確定Enable這些就可以了 就是Windows一開的時候它就會開啟 OK 接著Profile 這裡 在這裡 這裡可以自行 可以自行 可以自行 自己的喜好 或者自己開個 Profile 再做都還可以 對了 這些按照自己的喜好 如果不是 其實就這樣應該都已經完成了 我們先開剛才的 Stray來試一下 對了 現在在遊戲中 試一下按Steam 已經有反應了 去回Xbox 這個 OK 這邊也是 所以就是 這個Driver 完成了 接著現在我們的Joystick 都可以用到 SETTINGS LR都可以用到 對了 這樣就解決了 按鈕的問題 如果大家覺得 安裝了Window之後 我的按鈕都亂了 其實是沒有用的 其實是欠這個Driver 所以 如果大家有安裝Window 記得安裝這個 對了 今天 簡單的提示到這裡 如果還有什麼問題 歡迎在下面留言 喜歡這條影片 請大家按LIKE 還沒按訂閱的 按訂閱 再按按鈴鈴 我的新影片就會通知大家 如果想請少喝咖啡的話 歡迎透過支撐寶 或者PayPal 或者直接加入我的Patreon 會員頻道 詳細資料下面的 description 好 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